蘇院長 麻煩我們行政院蘇院長 請蘇院長 蘇院長 早 我今天有幾個議題跟您一起來探討 因為我想長照在我們民進黨執政之後 長照二點連續我們很重要的一個政策 雖然有些調整空間 我們一直在做一些討論 我想這個機制我們都有 現在我今天要跟您討論的 比較是一個全人的概念 包括住院的照顧 還有偏鄉交通的議題 還有成人監護的議題 因為時間也很短 所以我會講得很快 第一個先跟院長探討的是 我們住院共聘制度的部分 這部分我想 院長您家裡如果長輩住院 都是自己陪伴還是有請看護呢 我媽媽在幾年前過世前 她一直到94歲高壽 一直都是我們照顧 尤其我太太女兒都很辛苦 但我們後期都有請一位看護 到醫院的時候更是有看護 是 這個看護的問題 其實真的是我們現在 三明治世代的 這眾生代的一個痛 因為我們現在少子女化高壘化的 一個情形 那我們現在到醫院住院 醫院都要求我們要陪病 要陪照顧病人 那這個部分變成長者照顧長者 可能就是老夫老妻照顧 再來就是子女要請假 甚至可能要辭職 來做這個照顧工作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有蠻多 看起來好像順理成章 因為台灣是一個蠻孝道 強調孝道的一個國家 所以好像感覺很自然 而且可能親朋好友也要求你 要去陪病 醫院要求好像也覺得合理 可是社會的隱形成本是還蠻高的 那在這部分 我覺得在接下來 我一直在呼籲很重要的一塊 高齡社會 超高齡社會的來臨 我們要面對的是一個不同的人口結構的改變 所以不能把過去 視為理所當然的 繼續再走下去 應該會碰到非常大的一個瓶頸 所以現在 接下來到我們醫院看到的一個情形 是說不是問哪個醫師了 現在問說我要住院有沒有好的看護 所以院長您知道一個看護 您剛剛說您有請過嗎 一個看護現在的價格是多少錢 要看您是請怎麼樣的 全天的還半天的 對它分成兩種 全天的您知道多少錢嗎 要現在要看差不多都是在兩千多塊 行情漲了 要到兩千四了 已經到兩千四 兩千到兩千四 因為現在行情越來越不容易請得到 康護工 所以行情一直在漲 所以有半天的也有全天的 半天也很難請 因為康護不接 所以這個情況是在醫院常看到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為什麼要推這個住院的一個共聘照顧 事實上在去年我跟請衛福部這邊協助 調查了我們醫學中心有關看護工的一個聘請的情況 真的我們看到蠻多的問題 那我這邊要特別要提到的是 醫院應該要把病患住院期間的照顧 視為它的責任之一 因為病人到了醫院去 他的除了治療之外 其實生活的照顧應該是醫療的一環 所以這部分我們很期望說 是不是能夠讓醫院來做照顧的一個工作 因為要打抗生素 輸液或是定時吃藥 這些都是在醫療行為中的一環 所以不應該說還要求家屬再來醫院陪病 事實上那些醫療行為現在都是護理人員在做 這些醫療行為不會讓其他人做 是 可是通常醫院都會要求我們一定要有人陪在旁邊 甚至晚上要 最好有人來陪 基本上醫院還是會take這樣的一個責任 因為我媽媽最後期那幾年長達六七年的時間 其實我非常清楚 因為我剛好還失業 所以都是我 全程照顧 我陪很多 我看很多 其實媽媽 不是老人家住院時或者是病患住院時 護理師是就護理專業的照顧 但是另外還需要有很多的其他照顧 比如拔衣服 拔尿 這些其實護理師做不來 一個護理師要顧好幾間病房 他其實做不來 要有個看護是必要的 只是現在 其實就指出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護理人力確實是不足 所以我們現在在談的這個共聘的制度 是看護公的共聘 那為什麼我們要談共聘呢 因為負擔真的太重 剛剛我提到說 如果一天是兩千四 那如果平均住院是九點五五天的話 等於是我如果生病下來的話 一個家庭要花兩萬四左右的一個費用 對一個年輕朋友來講 這幾乎是一個月的薪水了 那另外二十四小時 我們現在的做法是二十四小時的一個看護 一個人可以二十四小時不休息照顧人 這個是一個工作品質的問題 那醫院不管 這個仲介也不管 那甚至我們的這個政府部門可能也不會管 那就變成這個照顧的 我聽到有些不良的 因為我很多的長者有時候坐在醫院看護 看護內帶他他也不敢講 所以這些都是一種照顧品質的出現了一個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感控 SARS期間大家都知道 我們因為照顧的這個看護流動 產生了這個SARS的一個防疫的漏洞 所以這感控也是一個醫院 常常跟我們在訪問過程中 他們反映的是 這個除了醫院特約的仲介的看護之外 還有一些個體護也來接這個看護的工作 那個流動整個感控非常難處理 最大最最後的也是我最擔憂的 就是未來我們獨居老人的人口 會不會變成住院孤兒 因為以後我們少子女化之後 我們可能只有一個孩子或甚至沒有孩子 那以後誰來照顧 這個趨勢人口的趨勢 是未來我們整個醫院的這個病房服務 病房的照顧 可能要是一共同來思考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是 我在提了一個共照的一個概念 一對一的照顧可不可以變成二對四 白天跟晚上各有不同的人 這樣還能休息嗎 不是一個全然的就一對一的一個模式 那再來就是這個也是我開了記者會之後 我們衛福部給我們回應 住院共同照顧的一個五個好處 所以我想衛福部很清楚 這個好處很多 而且朝著人口老化的一個趨勢裡面 真的要好好來鼓勵 怎麼樣讓我們的這個共照 好能夠來推動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簡單的一個訴求 就是是不是能夠請衛福部 將共病的一個照顧制度 納入醫院的一個評鑑 那另外就是各醫療的一個 這個各層級的醫療 能夠針對共照的一個部分 做一個有規模的試辦 其實台大新竹分院 就有全院的一個共照制度的一個試辦 那很多醫院就小部分小部分的試辦 我覺得應該找出一些好的模式 我們共同來把這樣的一個制度 分擔這個照顧的壓力 因為一個人共聘下來 我只要花八百到一千或一千二 那這樣子對民眾端的負擔又減輕了 那更長遠的有沒有可能朝健保 眼裡從健保的支付來做 因為這是一個全民可能要面對的一個共同課題 那這部分我想是不是請衛福部 還有院長一起來關心這件事 跟委員報告 但這個共照這樣一對多的方式 是我們鼓勵的一個方向 那為了要實行這個 我們現在大概有三十四家在辦 那評鑑我們今天列入我們視頻加分的項目 然後我們也推動了大概三種的模式 一種是委外一種媒和一種資訊 費用從八千到一千 八百到一千五每天 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減輕這負擔 我聽到民眾使用公聘的反應都很好 因為他不需要花那麼高的費用 那又有專業人員在做照顧 那都是要試辦 因為人力怎麼樣貼配 這也是一門學問 所以現在有三十四家在辦 那我相信很快就有一些成果 那至於就是說是 剛才講說有一些感控問題沒有 現在這些都是列入 外包人要列入我們相關的訓練 所以不管是病安感控跟隱私 這都加以訓練 那至於說未來是不是要納入健保 恐怕會有點困難 我想是要演藝 因為可能真的要考慮 2026年超高齡社會來臨 可能更快速的 我們二十八三十趴的老人人口的時候 我們真的有人會來醫院照顧人 這個也是我們一定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所以我想長期的一個 長程的計畫應該是做演藝的工作 好嗎 謝謝 那我另外接下來要問偏鄉交通 部長還不能走 因為偏鄉交通的問題還跟我們衛務部有關 跟交通部有關 這個部分要跟院長報告 我們自己在看到這樣的老人 在偏鄉地區 因為人口非常的分散 所以在交通相對的部分 交通的規劃非常的不容易 那長照的部分 由我們長照專車來協助這個運送 那也在本行的要求下 針對偏遠地區 我們第二級私能的 就是第二級私能的也可以使用 其他都要四級以上私能才能使用服務 那長照其實還是有使用的限制 那目前來講 我還是必須抱怨 我們長照的專車還是夠少 太少了 我們衛務部給我的數字 107年8月 有1928輛長照專車 其中有642 幾乎三分之一都跟護康巴士 也就是跟聲音障礙朋友共用 更誇張的有一個914輛計程車 計程車也算在我們的 當然也算在我們長照交通裡面 但是這個佔了47.4 很高 可是它集中在新竹市600多輛 真正長照專車的才佔了34% 所以我們的長照專車已經嚴重不足 那我現在除了長照私能的照顧的專車不足之外 要跟那個林部長提的就是 我們的這個偏鄉地區的老人交通 真的就在那邊等公車要等很久 四五個小時可能就在那邊等 那沒有辦法開車的情況下 他們可能就像這個屏東的這個旭海村這樣子 千歲車 老人家載著老人家出來看病購物 所以這個情況是我們現在在偏鄉地區常看到的 如果一個老人家要出來就醫 他做個計程車比健保費還貴可能要花個一千塊 所以這個部分是我看到交通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一起來面對那高齡的社會 我們交通的問題怎麼處理 我知道我們交通部有在105年推出了個 DRTS的一個服務 有十個縣市 十二個點現在變成十個點 好像已經面臨到一些整個模式上 要做一些調整的一個情況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林部長 好 來跟委員報告 公路總局有補助 我們包括新時俗縣各鄉鎮大概21個辦DRTS 效果也很好 那現在我們要擴大 來就這個幸福巴士計畫 因為這個部分 我想在公共運輸不足的地方 有條件的放寬 一些非營利車輛 還有非營利社團 也能夠投入運輸的服務 另外就是像小黃公車 這個部分其實只要預約 那也可以解決一些計程車就業的問題 所以綜合各方面 這一個包括富康巴士 其實我們也是鼓勵地方 能夠未來其實捐贈很多 能夠對長照這個部分 我們也是能夠善用民間的資源 來有長照專車 我想很多善心人士社團也都很樂意來做 好 林部長還有陳部長 剛好蘇院長要請院長一起來協助 所以為什麼這件事我要把交通部 跟衛福部連在一起 偏鄉地區 剛剛林部長提到了 非營利組織或非營業車輛 這個部分的整合 剛好我們偏鄉地區的布點 長照是最普及的 而且有做交通接送服務 或是相關的長照單位 都在地方做營運 那有沒有可能交通部門跟衛福部門 一起合作來一起解決這個問題 包括從交通部的補助 衛福部的補助 我們一起怎麼樣連結這些資源 讓衛福部跟交通部的相關經費 對民眾使用交通 使用到購物或是甚至到看病 都能夠得到好的一個照顧 那部分負擔的部分 由相關的不同的補助來做支應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一個整合 所以今天特別會在這裡提 就是希望我們兩個部會有機會 能夠一起合作來解決交通的問題 因為我每次跟衛福部討論 衛福部也是很頭痛 因為交通運輸的問題 服務員太廣闊了 一趟車下來看一次病 就是一輛車下來 那就沒有其他運量 沒有辦法去運再服務其他人 那這個問題一直都是在偏鄉地區 碰到的問題 我們一起共同來努力 委員也補充一點 我很強調人本交通 以人為本 所以其實交通提供的醫療服務 尤其是偏鄉 包括最近像高鐵 台鐵或相關的這些客運 我們都希望說他們能夠導入整個路 那這個部分公家跟民間 還有跨部會的合作 我們會另外來跟衛福部 就他們的需求 我們能夠全力來協助跟配合 一起推動 我們很期望 我知道我們交通部一直希望 這個交通 就是公共性 還有我們尊重既有的公共 公共運輸的一個秩序 還有可以管理集合 我想委託給非營利組織 應該是比較容易管理集合 所以我們共同來努力 讓他這個網路能建立起來 不分哪一個都是中央政府 都是共同要為人民解決問題 我跟委員可以再報告一點 我舉台中市的例子 其實公車系統 如果能夠跟醫院 公車系統能到的 我們其實就不會到這種偏鄉 其實我們也是鼓勵 我們的補助會 希望地方把公車路往 也往一些偏鄉 到醫院 就是專線的這個部分 其實有一些 就解決到相當大的部分的延長 好 謝謝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成人監護變得沒辦法詢問 那我就是提書面資料 請我們院裡面一起關心 那我這邊也要 好 謝謝吳委員 謝謝蘇院長 下一位我們請 我們請問